在去年某艺人涉税事件的影响之下 大众对于演艺圈的税务问题 关注度也随之上升 以前演员赚了多少钱 交了多少税 似乎是一个不太能说的秘密 但以后一切都可以晒在阳光之下了 最近浙江省东阳市就公布了 2018年企业纳税榜和纳税百强企业 演艺人员的缴税数额也随之曝光 在东阳市公布的这份 2018年恒电纳税企业名单当中 几位大家熟悉的演员歌手也赫然在列 其中张艺兴工作是 2018年恒电纳税总额1913.62万 在演艺圈当中排行第一 这两年张艺兴的事业红红火火 演戏歌唱综艺全面开花 收入高纳税高并不令人意外 而她本人对她纳税的态度也十分积极 早在2017年张艺兴还曾当面询问郑凯 能否多交税 她说那我们不能上一个法律允许最高的税点 我说为什么你要上最高的税点 我说第一上级高税点具处有错的案件 第二其实不用这么高 她说因为如果我的商量很高 我觉得中国的国防力量会下降 再来看看其他人 杨幂以1553万位列艺人法人代表工作室第二 此外榜单中还有景田1043万 华晨宇792万 迪丽热巴667万 陆寒634万 以及刘涛的548万和近东的533万 不过这份表单是所属恒电影视基地的范围 也就是说仅仅代表了艺人在缝店期间拍戏所缴纳的税额 虽然艺人们年度总税单并没有完全曝光 但相信以后的相关信息会越来越公开透明 记者王孟岩编辑报道